朋友们好 我们继续说国事 我们上一节说 1966年的6月份开始 空军 第11次党委全会 以刘震 为首 空军领导班子 一众人马 绝大多数的党委 党委常委 群其而攻 无法宪 把这个 一个是无法宪的问题 还有呢就是 梁亚楼在世期间 这个这些人感到 长期受压 这一肚子 这个窝能气 多年不得 发泄啊 不得宣泄 趁着这个时机 一股脑子 全 朝着无法宪 无胖子身上泼去了 我们也说 这次空军党委会 有一些个历史背景 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之初 有黑暗的五十天 黑暗的五十天 就刘少奇和邓小平 他们主导文化大革命的五十多天里 毛主席后来回到委 七月份回到委 已经以后 不是 这个 召开了这个 八届十一中全会 把这个局面彻底给扭转过来了 批判了刘少奇和戴小平 他们执行了那条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那个资产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执行的那个时期 恰恰就是和这个 空军 十一次党委 这个全会 这个时间是重叠的 这个我觉得有点意思 我个人认为 这个之所以刘震成军 他们这些人 曹李怀 什么王辉球 什么 常乾坤的 就这些人 敢于在1966年的六月份 拿五法线说事 造五法线的反 意在要打倒五法线 要夺取空军的最高权力 这个我们上次不说刘震吗 是不是 人家上将 是不是 然后呢 人家八届的中央 候补委员 什么的 这个刘震去世了 他都没当上 让这个吴胖子 给给给给 给当了这个空军的司令 这不服 这不愤 这不满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情理之中 但是确实有那个刘 刘震在世的时候的 他的这个比较霸道的这种工作做法 对于下面的部下同事的不尊重 什么的 刘亚楼骂人呢 一点面子都不给 包括其所有的副司令 建了刘亚楼都哆嗦 都哆嗦 可以想象 同为上将 资历都差不多 是不是 这个刘震 当时在刘亚楼面前 那个小皮肤像 你说他能好说吗 那么之所以就有这些个历史 这个历史的这些个积怨 一朝爆发 有这个因素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爆发 我们在西马的石帅 是说贺龙的一个章节里 我们曾经提到过 空军党委这次会 他们之所以敢闹 朝着武法宪发力 后面确实是有着贺龙的作用 贺龙啊 二方兵军的旗帜 贺龙呢 这个王大明之初的时候 就 王大明准备阶段吧 1965年年底的时候 随着罗瑞卿问题的这个被捅出来 后来贺龙不是 这个就 就不让贺龙主持中央军委员工作了 贺龙是从63年62年的时候 空军入敏 反这个 东南沿海那个战事比较紧 林彪一通刁兵遣将之后 累了这个 这个 老病发作 不得不休息 那么后来呢 空白了军委的工作呢 空了几个月之后 毛主席提议 让贺龙军委第二副主席 代替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那么这些 这个这个贺龙的主持军委工作 一直到1965年年底 1966年年初 那么贺龙的 其实在那几年里面 着实是 风波无量 在军中 说一不二 那实际的掌军人 这个 全安吃以前 二十多年前部写了楼振虎斗 我们说是 写这个贺龙和这个林彪 怎么斗法呀 什么这些东西 基本的事实是有的 但是这个全吃的东西水分比较大 文学性比较强 但是基本事实是有的 并且呢 我在新版的十帅师说了 我们说 贺龙从六十年代主军之后 事实上他已经开始 倒下了刘少奇 他觉得刘少奇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接班人 这是可自依靠的 他知道在毛主席那儿有林彪 他就永远没有他贺龙的 这个主军的这个可能 长军的这个可能 所以他就想到了说 我既然在毛主席那儿 我争不过林彪 那干脆我就跟着接班人干就得了 刘主席以后真的接了班了的话 那我就可以取林彪而代之了 所以这个贺龙跟刘少奇 是越走越近这个关系 整个六十年代的上半夜 甚至后来刘少奇和贺龙 他们两家差点没结成 这个说说都外面都传开了 说这两家要结成儿女亲家 就是贺蓬飞和这个刘少奇 那个那个女儿溜溜溜 就我大大大说 后来又又跟贺蓬飞一起 大道清华园的性格 哎呀呀我一下猛出了不好意思啊 啊 尽管到六十年年初的时候 这个贺龙已经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了 但是几年的积累在军中也确实数大根深啊 这个安排啊 这个经营了自己的一方天地 那包括陆海空啊各军兵总啊各总部啊什么的 那贺龙的基本的一些个 呃他自己的一些救部啊自己的一些个呃这个下属啊 这安排的也基本上是驴七马七的都是 所以呢 这个66年66年的什么闹事的时候 你想刘邓啊 那时候手里握着文化大命的领导权 于是有了五十多天 黑暗的五十多天 执行的一条资产机反动线 事实上这条资产机反动线的军中的反应 最突出的事件 就是空军党委的这十一次这个全会 而这次全会之所以闹得起来就是因为 啊也是在刘邓阵营的这个贺龙在幕后的支持 这个是有具体的事实的 包括这个党委会期间啊成军 他们不断的往贺龙家里去了 不断的跟贺龙汇报空军这次党委全会的这个进度 啊贺龙给给予了他们极大的支持啊 让他们回去以后觉得有恃无恐啊 所以这个次这个空军党委会闹得非常之大啊 这个呃打群架啊 把这个无法宪顾家馆人是不是 跟兔打落水狗一样打无法吗 当时给无法宪罗列的罪名啊 是有十大罪状啊 无法宪的自己的这个回路列十大罪状 第一个说他这个跟中央的指示相对抗 无法大安兵按平不动 就是这个空军党委会召开之前的时候 中国这个清弹实验 第一颗清弹不是从飞机上投下空头的 那么当时在西北实验的地点在西北 那么当时各有关的部门啊 都主要领导都到了西北的这个实验场 空军啊无法宪亲自去的啊 这个 结果呢呃空头清弹实验成功之后 无法宪就没着急回来啊 就在西北呃视察了一些空军的一些的航校啊 一些的空军的下手单位什么的 就在这个期间啊中央召开了这个 证据和大会五一六通知处理 但是呢无法宪没在家啊 所以空军的关于五一六的这个通知的学习啊 什么的这些个事情呢 就没有人抓没有人管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呢 做成了这个 当成了无法宪的第一大罪状 啊对文化大革命按平不动 啊第二个说这个刘亚楼 无法宪啊和彭真关系密切 每年都上彭真去拜年 他说啊还把彭真的儿子安排在空军工作 是富洋啊还是富什么啊 说安排在空军工作 第三说刘亚楼和这个无法宪 同这个罗瑞卿关系密切 啊罗瑞卿说东啊 刘亚楼和无法宪都不敢说西 啊这个 昨天我们上次我们不说吗 这个无法宪不都说吗 跟好之平说 想认罗瑞卿当爹吧 第四啊 说空军存在严重的霸王作风 浩大喜功 啊然后呢这个 这个 第六说这个刘亚楼和无法宪 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 光批评下面 啊然后这个对 呃下面的干部啊过于强调高标准严要求 要求过分 啊第七说空军大院搞卫生啊 搞内务啊植物什么植树绿化给人看形势主义 空军大院当时的卫生 那不是全北京的一面棋吗 是不是啊 啊 刘亚楼亲自抓空军大院的卫生 环境卫生啊 啊那时候 全军各大单位都到空军大院做公主坟呢 空军大院去去去去去学习吗 是不是啊 啊 说他不搞形势主义 说这个抗美人潮期间上报的间谍数字 说梁阿楼和瓦仙他们造假 然后说这个 呃空军啊 这个铺张浪费啊 建机场花钱太多 还有说这个什么 呃 啊 说这个 呃 当时毛主席说全国人学解放军吗 林彪说全军学空军吗 空军军政双忧吗 那时候搞得好 后来说把空军树立为标兵这个事 空军是空军造假 啊 是欺骗了他妈的中央领导 欺骗了林总啊 等等 这个十大罪状 渐渐都有刘二楼的事 渐渐也都有这无法见的事 刘二楼去世了 那就是你无法见就得 你就得担起来了是不是啊 就这么了 结果无法见 无法了搞得他妈四面楚歌 啊四面楚歌 极其可为那个时候 无法见 大有被人打倒 被人就是兔打鹿水狗的这样的 这个这个这个趋势 那么就是在这样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危急时刻 就这样危急时刻 这个 林彪发话 林彪那是在大连休养 不在北京 啊 然后呢 这个空军的情况啊什么的 他也非常关注了空军这次 党委的全会 啊 他看出了这其中的味道 啊 然后这个 到了七月的一九六六年的七月十七号十八号啊 说叶群从大连就给无法线来了一个电话 告诉无法线说 这个时期的情况 林总通通通都知道了 空军全会的情况 叶帅 叶建英 叶建英那时候 取这个罗瑞清尔代之做军委秘书长 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 主持军委 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所以叶帅 那个时候把这空军这个事 就向 非常及时的都向林彪做了 汇报和通气了 说空军全会的情况 叶帅经常向林总通气 现在你要沉住气 这叶群告诉无法线 现在你要沉住气 问题会很好的解决 另外以刘正为首的七个人 到林总这里告你们 这些材料林总要我转给你 你一看就明白了 你看刘正他妈告无法线的材料 到了 汇报给林彪了 林彪和叶群把这材料转给无法线 让无法线干 就这么着 到了七月十九号 叶建英告诉无法线 说这个林彪的意见 林总的意见已经转到中央了 到了刘少奇那了 为此刘少奇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议 通过了林彪的意见 中央认为以刘震成军为首的空军党委常委 几个人是在搞地下活动 搞罢官夺权 他们的目的和动机都错了 刘少奇说 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 按照共产党员的组织原则和修养来看 念念不忘德的修养 都是不允许的 对着空军党委的主要负责人 背后搞非法小组织活动 也可以叫地下活动 有几个人合伙搞罢官夺权 是绝对错误的 此例不能开 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说在刘少奇召开的会上 当时中央总署的戴亚平都说话了 戴亚平在会上批评了他曹李怀 说曹李怀到了哪里 就把哪里搞乱 等等 这就是说无法现在自己的这个一生 可以说是除了913事件之后 这个66年6月份7月份 这个空军党委这个会议全会 那是无法现在一生政治商业中的一大坎 就在这个危难之际 那是林彪 叶群 把他 揪了出来 让他在死里 所以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这个无法现在任这个林彪当爹的话 我觉得这还有一点发自肺腑 这是无法线 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我们说了李作鹏了 说了秋飞座了 说了无法线 我们再看一看 1970年的5月13号 无法线李作鹏秋飞座的三位 联名给叶群写的一封效忠信 你看一看这个孝忠信 在中国共产党 1960 1970年代的 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解放军 还有这种 这个小组织活动 这种帮派活动 明目张胆 你看怎么写的孝忠信 叶群同志 今天是513三周年 这是我们难忘的日子 一会儿我跟大家说一说513 513事件 今天513三周年 这是我们难忘的日子 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您 是您啊 你和新呢 是您 我们敬爱的叶群同志 对我们直接的指导帮助和支持 您日夜操劳 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带来伟大英雄毛主席 和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 一次又一次的亲临斗争第一线 同三军广大革命群众并肩战斗 所以当513事件三周年的时候 永远牢记您对我们的教育深恩 请接受我们的无产基金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无法宪 无法宪 无法宪李作鹏 秋非座 1970年5月13日 无法宪秋非座李作鹏 1955年授钱的时候 三元中将 给1955年授钱的这个夜群忠孝 五年授钱的时候 夜群是个忠孝 给夜群忠孝写的这效忠信 一口一个您 一口一个您 敬爱的夜群同志 夜群忠孝直接指导帮助和支持 是三个忠将 你看看 亲临斗争第一线 然后呢 这个夜群忠孝呢 对三个忠将 还有这个教育深恩 你当时说这是正常的党内关系 这是正常的同事关系吗 这513世界三周年之际 他们搞的 513世界是什么 513世界是1967年的5月13号 那是在北斩 一个北京承车馆 发生了一起事件 什么呢 就王大命那时候 67年年初 67年的时候 王大命那时候 军队也不可能制成事外 军队也还是搞王大革命 军队搞王大革命跟地方一样一样的 也是 主要的两大阵营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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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并力而诞生一个一派呢就是叫这个首都三军无产级革命派 什么呢就是以这些老干部和当权派们啊做幕后老板支持的这些个机关干部啊什么就这些啊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地方造反派的什么那那些保守派老保啊 啊所以人家说这个三首都三军共产级革命派就是简称老三军是属于军队中的这个保守派啊军队中的老保 那么他对立的一方就叫首都三军革命造反派啊也称为叫新三军 军队当时在北京这两大派别人就你死我活事不两立啊就是凡是你那么拥护我就反对凡你反对我就拥护我就这种 怎么回事呢1967年的5月13号这个老三军当时呢就想搞一把这个演出 以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25周年呃这个名义要搞一场演出在北京展览馆 而老三军的这个演这场演出呢准备了很长时间 事实上得到了林彪夜群包括黄武里这吴李秋我黄有声那时候不在北京啊吴李秋这些人的支持 就是说他们这场演出这个活动得到了军内当权派的支持 而新三军就是军队中的造反派就指责在老三军 说他们你们搞什么演出说他们几个月前总理 说几个月前总理曾经说了说你们要演出也可以 但是不要老三军自己演新三军也要参加 你们新三军老三军一起联合搞演出 啊这不挺好的吗 那显示军内的文化大命这个斗争情况下军内的团结 但是老三军因为有当权派的支持甚至林总都支持我们 他们就哎 是新三军为异端 就跟地方上一样老干部是当权派指使那些保守派 是他妈造反派这帮家伙的呼水猛兽呀 对所以人家老三军就压根不理不理这新三军自己要搞 结果呢五月十三号这一天 这个架子都拉开了装都化好了 然后他新三军就过来冲击演出会场 结果导致这个老三军的演出就演不下去了 那就演不下去了 然后呢这个 这个 这不就成了一大事件了 军队呀都穿着军装的 然后在北京战略馆突然就是拉开了架势了拉开了架势啊 就是冲击之下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这大有这个一处即发之时啊 就要演变成一场甚至可能要要他你死我活的武斗了可能都要出来了啊 那边推迟演出了养不下去了啊 嗯 这边他妈的就这个这个这个就就就就就就 霸上霸出了会场就不让你演啊 就到这个份上 那么呢当时 这李作鹏他们就出来了啊 李作鹏他们就出来了 这个李作鹏当时海军有叫洪连总 洪连总也属于保守派保守派的组织啊 然后这个呃面对这个冲击的情况他妈一咬牙说他妈冲击我们照演不悟白天也不成婚人演啊等等啊 等等 结果当时那妈各军兵总各大总部的一些主要还当权派围导的一些个军中的领导人啊也都到了这个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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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展展展展展演出现场啊 以示对老三军的这个支持啊 结果这就不得了了啊 啊 就开始冲了这新新三军就开始冲了 嗯 然后这个 没办法了 没办法了之后啊 这个 僵持之中 叶群 带着林彪的指示就到了现场了 啊到了现场了 啊 就这么着啊 这个 应该说啊应该说 林彪都表了态了这装来什么杨成武肖华他们就不敢怠慢了肖华和杨成武他们事实上是支持新三军尤其是肖华总政主任 他说明显倾向于新三军 嗯 那么呢 他们一看林总的发话就不敢怠慢了 就这么着 事实上是什么呢 事实上就是把当天的演出给冲簧了 但是专来他们也做着工作了 结果老三军第二天上天文广场去演去 啊 终于把自己想策划的演出给演完了 并且从北京站那个晚挪到了第二天天文广场 天文广场 天文广场 那么当天晚上啊 这场这个这个西老三军对峙包括发生了局部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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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动啊 啊也受了伤了很多人受了伤了当时 嗯 所以当时就演变成了一大事件吗 这就是 嗯 最后了 这个 林彪发了话了 然后这个 呃 老三军就更更更不得了的天文广场大会堂就都演上了 最后了哎 你看周恩来呀什么林彪发话林彪并且林彪在6月9号的晚上 这一个多月以后 老三军又搞了一场专门的演出演出 在人民大会堂林彪带头去看 林彪一出动了周恩来什么这些都去了 结果你像哎 你像江青啊什么他们也也只好都去啊是不是啊 这都去了 这老三军就不得了了 因为新华社也报了这个人民日报也都报了 就是这老三军大涨志气 大灭了新三军的这威风 就军内造反外从此就就一蹶不振了 那从此一蹶不振 那么事实上什么呢 就是在这五一三事件的全过程中 我们清晰的看到了林彪为首的军内当权派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最真实的态度 他们是与军中的这个革命造反派就是所谓的新三军 就是势不两立的这是明明白白的站了队了 站在了所有的老保这个保守派的这个老三军这一边了啊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第二个什么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了林彪这个集团除了黄友胜之外啊 西数到场抱成一团 所以有的是官方中国的官方使务 把这个五一三事件视作林彪集团形成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就这场啊 这个五一三事件标志林彪集团正式亮相了 不折不掩了 抱团了 林彪集团诞生了 标志性的事情 所以三年以后的七零年的五月十三号 吴法县李作峰去回座 三个中将给叶群中校写了这样的一封露骨的效忠信 你看看这是正常的我说这是正常的党类关系吗 这是正常的同事关系吗 这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吗 叶群仅仅因为他是林彪的夫人林伴的主任 事实上是在林彪的默许之下 成为了林彪这个军人集团的核心 林彪这个军人集团 我估计千年以后的历史 也会坐实的 这个案子是翻不了的 还莫不如像邱维作似的 一拍胸脯 我就是林彪集团的成员 分享到这 下次我们继续 谢谢大家